各位好 我是人之小周末社群的创办人卢斯安 那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帮大家推荐杂讯这本书 那我自己个人对这本书呢 有一个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 决策一直是在整个企业的这样的一种运作中 非常关键的一个行为 但是决策这个东西却在很多的时候 我们很难去察觉 也很难去有效的去管理 以及有效的去了解在这中间呢 有多少的杂讯 影响了我们在决策上面的品质的提升 那这本书呢在这一个点上面呢 给我们非常完整深入的 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决策的杂讯 对于我们决策品质以及决策结构的影响 我特别跟大家推荐这本书